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导体的线圈 它的直径是半径是十个cm 这个是导线线圈 我们要求 球线圈上面的EMF 好 现在怎么做 你就想EMF有几种方法 法拉第定律 跟动身电动式 那这个导线线圈并没有动 所以用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呢 我们学过它的原始的形态 后来我们学了一个就是它的积分形态 其实这两边呢 都是电动式 都可以用来求电动式 所以我们已经把一求出来了 上一堂课已经把一求出来了 一的大小是等于负的 二分之二 partia b over partial t 你知道这个 你由这里也可以求 由这个地方也可以求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来求看看 这个来求看看 因为这个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取 dl平行于1 还有这边 da 跟b场平行 这两边都可以求 好 比如说我们从这边来做 因为这两个同方向 dl 那么 电场呢 是负的 是负的 pashu b pashu t 这两个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纤上这个 纤上这个 它是二 partia 你把这个 所以等于负的πr平方 你看这两边都可以做 这个就是这边求出来的 parch B和parch D提出来 就是πr平方 如果用这个做的 用左边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 随便你用哪一边 我们就用这边好了 所以是负的πr是等于 10的负二次 它10个厘米 负一次方 厘米 的平方 然后这个是负10个 Tesla per second 所以这个就变成负负得正 10的负 三次方 π 这是电动式 所以它的单位是 伏特 伏特 所以你不必要这么 全部做 你就直接用这个 或者用这个做 就可以做出来了 好 这个是part B 求电动式 好 part C 如果这个线圈的总电阻是 两个欧姆 求电流 求线圈上的电流 求电流 好 那现在怎么做 因为这个线圈 等于就是一个串联电路 它处处有电阻 总电阻是R 等于2欧姆 串联电路 电阻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就是10的 负三次方π Volt 被两个欧姆 来除 它就等于 5π 乘10的负 4次方个 安培 电流是这个 这个很好做 再来一个 就很有意思了 再来一个问题 它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里 它把任意的一个 直径 两端 A点 这个叫做B点 在直径两端取两点 A点跟B点 我们要问 A点跟B点的电位差是什么 球 就电位差 你现在怎么做 什么 上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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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负零点一 对对对 写错了 10的负一次方 好 那现在 电位差怎么做 那你说这个 电阻的电位差 你先不要操 这是错的 电位差 你不是可以 等于 电流 乘上电阻吗 欧姆定律 乘上电阻 电阻是什么 只有一半 A跟B之间的电阻 不是全部 那这个 球出来呢 这个就是 1了 1欧姆 那就是等于 这个 不要操 对不对 对不对啊 问你对不对 V等于IR 对不对 想想看 动作脑筋 对不对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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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的 什么错 因为V等于IR 是欧姆定律 它只用在什么地方啊 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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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你这个 电阻器 是这个样子 这里是 pure resistance 只有R 那这是I的话 那这是AB的话 可以用 纯电阻 但是我们这个 A到B之间 是不是纯电阻啊 A到B之间 是不是纯电阻啊 不是 不是 因为它有电动式啊 它这个电动式啊 是 处处都有啊 处处都有电动式 总电动式是这么多 总电动式是这么多 所以它不是一个 pure resistance 所以你不可以用这样的 如果这个是对的话 那就很 很奇怪哦 为什么很奇怪 你刚刚VAB是用这个算 对不对 用这个算 I乘R 你如果用那个方法算 VBA呢 等于什么 RBA RBA是不是跟RAB一样啊 好 那个升那么多 电位升那么多 这个又升 就是说 你从这里到这里 电压上升 然后再从这里到这里 电压又上升 然后又从这里到这里 又上升 那就没完没了 那一路升上去了 这个合理不合理啊 这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原因就是 那个不是纯电阻 好 那不是纯电阻的话 我们怎么算 它的电位差呢 你们一年级就要学过啊 比如说A端到B端 它有电阻 同时呢 它有电动式 我们把电阻画在电动 这算是它的内电阻 复正 这是AB之间的电动式 然后电流从这里过来 电流 电流经过电阻的话呢 它会产生压降 所以 你从A端 到B端 电动式要 电位差要这么算 我从这里开始走 它是电压 它的电位是VA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要到这里的时候啊 按照电动式来说 它是压身 压身我们就用震的 但是 电阻又把它 电位降落了 降落一个就是 I乘上R AB 是等于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个 EAB是等于 二分之一的Y 减掉I乘上 二分之一的 总电阻 所以我们可以把 二分之一提出来 电动式 减掉IR 这个减这个 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有啊 这就是Y Y对IR VAB 不是这个 等于等 这个是等于VB 上升 上升再减的下降 VB VB 不是我写错了 这应该是加的 加的 OK VAB 所以 VAB就等于 VA 减VB 等于0 这个是0 这就对了 从A到B 电位差是0 从B到A 电位差也是0 也是0 那你会问呢 为什么有电流 它没有电位差呢 为什么电位差是0呢 为什么电位差是0 电位是在什么时候才有电位的 什么状况之下有电位 就是有电荷堆积的时候 电荷在空间某些位置堆积的时候 这个空间才会产生电位差 才会产生电位 某一点有电位 某两点会有电位差 但是现在有没有电荷堆积啊 电荷堆积在哪里啊 电荷堆积在哪里啊 没有电荷堆积啊 它是电动室 有电动室 电动室就把电荷推得团团转 对不对 如果正电荷就把他推得团团转 它没有堆在任何地方啊 没有静电荷的堆积 就没有电位差 就没有电位 那怎么会有电流呢 我们说电流都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啊 现在没有电位差 怎么会有电位啊 怎么会有电流啊 怎么会有电流啊 电流一定要从高电位到低电位嘛 高电位到低电位是为什么 因为当中有静电场 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这个里头有没有电压啊 这个里头有没有电厂啊 没有静电厂 但是有什么电厂 有非静电厂 对不对 非静电厂也会作用在电荷上面呢 就把电荷推得团团转 就好像说我们一部汽车 你现在放空档啊 摆在斜坡上面 它自己会滑下去 对不对 会滑下去 你说这个汽车会从斜坡上面滑下来 汽车一定要从斜坡上才会动啊 从斜坡上滑下来才会动吗 平地上可不可以动 可以动啊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有动力啊 本身有动力啊 那这个呢也是一样啊 它没有什么电位的高低 可是它有非静电厂 因此会让这个电荷在里面的移动 里面移动 于是就有电位差 好 再看一个问题 这是1 好 我们现在不要在这个两端 直径的两端呢 取AB点 如果我现在拿一个刀子 把这个线圈一砍 砍断了 这个线圈断了 有一个小缺口 小缺口 很小很小的缺口 就说这个线圈断掉了 好 那我现在令 断掉的这一边是C 断掉的这一边是D点 我现在要求 小空隙 放得求CD就好 VCD就好 你现在怎么求 VCD怎么求 跟这个一样做啊 我们从C点开始啊 走到这里 有一个电动式 就C点开始就有电动式了 副正 全部的电动式 因为那一点点 就慢慢忽略它的长度 就是原来的长度 好 当中有电阻 电阻就是全部的电阻 那这个是VA 这个是VB 可是 这个时候 因为它是断路 所以电流等于什么 断路电流等于什么 零嘛 对不对 不通了嘛 电流不通嘛 就是零 好 那么我们 这CD我又写成AB了 CD CD点 好 我从VC开始找 碰到一个EMF 现在电阻有没有压降啊 电阻有没有压降 电阻什么时候有压降 有电流通过的时候才有压降 现在电流是零 有没有压降啊 没有 没有压降 就是这个升上来 就是VD 所以VC-VD 要等于负EMF EMF是多少呢 10的 负升 负号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哪一点的电位比较高 D点的电位比较高 C点的电位比较低 好 为什么现在有电位差 为什么现在有电位差 刚刚没有 现在为什么有电位差 因为有电荷的堆积嘛 你这个电动室 把正电荷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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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就推不过来了 就累积在这里 然后这边就剩下负电荷 所以它有电荷的堆积 于是它会产生 电位差 OK 这个题目非常好 你做了这个题目以后 你对这个电位差 它产生电位差跟电流的关系 会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题 好 这是一个圆盘 导体的圆盘 这是一个圆盘就对了 好 这个圆盘呢 它这个地方的半径 是A 这个地方半径是A 外圆的半径是B 好 现在呢 这个圆盘可以绕这个轴啊 我们说这个圆盘呢 它可以绕这个轴 自由的旋转 可以绕这个轴 可以绕这个轴转动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圆盘 圆盘 小圆盘 半径为A的小圆盘内部 我们加上均匀磁场 好 这个内部啊 我们加定有均匀的磁场 只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B场 有B场 然后啊 我们在这个边缘呢 就这个边缘贴上一些 静电盒 好 在这个边缘呢 贴上静电盒 这是个导体圆盘 我们在这里 不一定是导体啊 反正就是一个圆盘 我们在它的边缘呢 贴上 电盒 它的密度 它的线密度是 Lamina Coulomb Per Meter 这是Coulomb Per Meter 贴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我把这个磁场的来源啊 我们讲定这个磁场是用线圈产生的 我把这个线圈的开关把它 把它关闭 不通了 电路不通 这个磁场就没有了 磁场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说 这磁场我们用B0好了 一个常数 OK 关闭 问 这个圆盘 做什么运动 问 这圆盘 做什么运动 整个都是圆盘 只有这个里头有磁场 OK 这里没有磁场 只有这里头有磁场 现在把这磁场关掉了 那 这个圆盘 做什么 有什么现象发生 嗯 这时候怎么办 你说 这圆盘本来是禁止在这里 它了不起做什么运动啊 移动 或者是转动 对不对 你要有移动的改变 要有转动的改变 一定要有外力跟外力局 有外力跟外力局 那现在你想想看 磁场改变 会产生什么 什么东西啊 磁场改变 会在空间产生电场 对不对 法拉第定律啊 有了电场以后呢 这个电场是封闭的 电力线是封闭的 于是这个电场 这个地方的电场 就会推动这个 就会推动这个 在切线方向 有力推动它 于是就会产生talk talk 对不对 会产生talk talk以后就会有什么 angular momentum 就是说这个圆盘会转动 转动而且你可以把它的angular momentum 算出来 好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了 好我们说 它转动是为什么 因为有电场 作用在charge上面 好 电场怎么来啊 由磁场的变动而产生 对不对 磁场的变动产生电场 是由什么定律啊 法拉第定律嘛 法拉第定律嘛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就是由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要求这个 好那现在 我们知道 这个 本来有磁通 现在这个是磁通的改变 磁通改变 我们利用法拉第定律 你要用这个式子的话 你要在这个里头啊 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我们封闭路径就 随便一个R好了 我们取一个封闭路径 半径是R 啊 二在 在这个之间 因为这个磁场的分布是有对称性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电场是个常数 所以一等于constant 那你这个跟上次我们做的一个一样 你可以先用这个lands law决定它的方向 你看这个磁场突然变没有了 它在这个方向增加磁通 增加磁通的话 它就在这个方向产生电场 产生电场 那e等于constant 我们左边 这个因为我们做过了 我们就跳快一点 于是左边就等于 我们写 1.dl 就等于1乘上2 排R 好那么 parsherb over partialt 他现在把b场关掉 当然parsherb over partialt 就要小于零 对不对 小于零 好那我们说这个 又要等于负的 我们干脆就这边做这边的 负的 parsherb over partialt 好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 我们突然把它 一下子 就把它 就是把我们假定 它的衰减是一个 常数好了 现在只有a 磁场只有在a的范围以内 半径范围以内 所以我们就 知道这个电场 就等于负的 好这个是 没关系 我们就写这个 负的 2 r分之a平方 parsherb over partialt 等于这个东西 是任意的一个位置 任意的一个位置 好那么 因为这个是大于零 parsherb over partialt 是小于零 因此这个就是什么 positive sense 磁场是这样子的 positive sense 就是这样 跟我们画的一样 positive sense 好 这个 是 这个方向 就是fire的方向 所以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把这个写成这样 好 不要不要 不要这样写 这个大于零 所以1 等于1 这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这里有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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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厂都没有作用 因为这里没有 我们讲没有电荷 就这个旁边有电荷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当R等于 封闭路径 它在 大于A 不是小于 大于B 是小于这个 大于A 大于A 好 那么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有电荷 它有电荷 有电荷的话呢 即 轮原处 轮原处 它有这个 电荷密度 在轮原处 电荷就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我们写这个 A平方 over2B 然后这个用 push B push T 我们写成向量 好了 写成向量 好 那么 于是 取 电荷基数 Lamina 就是我们在这里 取一个小电荷 小的电荷 在这里 取一个小小的电荷 这个DL 这里有个DQ 于是呢 它就会朝这个方向 受力 对不对 有个DF 使电荷 这个基数 所受之静电力 这个基数 它所受的静电力 那我们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DF 要等于电荷 乘DQ 电荷乘DQ 于是呢 它就变成电荷的 大小 乘上Lamina DL 它的方向是在Fy的方向 Fy的方向 这个地方有一个DF 那从这里到这里的这个距离是B 所以呢 这个圆盘就会受一个力举 圆盘 就说DF 产生的力举为D套 D套是等于B CrossDF B CrossDF 好 B是R的方向 Fy是这个方向 别说B藏在这里 R这个方向 好 R这个方向 B Cross B CrossDF 什么方向 Z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等于Z的方向 B乘DF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带进来啊 好 Lamina B Lamina B DL 电场 电场 这个是TALK 那么它的TOTAL TALK呢 总力举 TALK 就等于SIGMA 就等于SIGMA DTALK 因为Z的方向是固定了 所以它就是等于Z的方向 然后这个就写成B Lamina E的绝对值 D的绝对值 乘上 DL 所以它就是等于B Lamina E的绝对值 乘上 2PiB 2PiB 那我们把这个 稍微的画一下 画一画 它就变成Z 2Pi B平方 乘上Lamina 然后电场的大小呢 是这个东西 电场的大小 乘上 乘上 2B分之A平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 Parsher B Over Parsher T 绝对值 绝对值就好了 绝对值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再画减一下 它就变成Z Pi B Lamina A平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DB OverDT 这用DB OverDT 它是用绝对值 因为它本身是负的嘛 对不对 绝对值才是正的 好 那么 什么 你说这个 这个 为什么 这个怎么有问题呢 你说什么不动跟动 你说什么不动跟动 你说电荷累积 电荷累积 什么要动 什么都要动 电动是在累积 对啊 电动是推它动啊 没有电流 没有电流 它不是叫你慢慢推 慢慢推 它爬一下就推过来了 瞬间就推过来了 OK 推过来以后呢 那个时间呢 有没有电流 没有电流 OK 它不是照你想象的 要看着它 慢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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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轮子有一个talk是这样子 那么 圆盘 圆盘 指 angular momentum 转动向量 转动 转动这个动量 angular momentum 是等于这个 L L等于什么 L等于什么 你们学力学学过了 外力矩 等于什么 sigma L over DL DT 对不对 所以L就等于 talk 乘DT 乘DT OK 那么我们从0 开始算 你算到第几秒为止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数字talk 全部都是一个常数 全部是常数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不是 我们 不是 我们把这个 这个不是常数 它就等于 Z Pi B Lamina A平方 好 里面呢 就等于 DB over DT 乘上DT 0到 T 所以呢 它就等于 好 这个是等于 我们写 绝对 整个绝对值好了 那是 DB是从0到 从这个 B到0 如果这个是 这个其实可以用负的 可以用负的 负的 0到DB 我们用这个 没有关系 我们就 0到 B0好了 我们取绝对值 嘛 取绝对值 这个应该是 0到B0 好 于是 这个就变成 Z 称上 Pi B Lamina A平方 B0 全部的电 它磁场 它是从B0到0 因为它是负的 所以是 最后是 等于 0到B0 好 这个是你们书上的一个例题 书上的例题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 你做一个题目的时候 你要表达清楚 你用什么式子 用什么式子 你得到电掌 电掌以后才会有力 有力才会有力局 然后有力局以后就会有 Angular Momentum 就会有力局 这样子 我表达清楚 我表达清楚 我表达清楚